大家好我们是黑准科技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独家维修服务 那我们是DJI授权的专业维修服务团队 我们平常都在做什么呢 今天我就来用这一台mini-tool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维修检测流程 像空拍机稳定器这类高精密度的机器 在使用上你们也会遇到异常或故障的状况 那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只要您是购买飞准科技代理的DJI院厂公司货 就可以轻松享受维修检测的服务喔 几天前我们收到了这一台DJI Mini 2 那从外观看起来很明显就是摔机 但客人也不确定它是怎么摔到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看手机里面 DJI FLY APP里面的飞行记录 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撞到东西而导致摔机的 那这一台我们经过检测及看过飞行记录之后 确认它真的是因为撞到树而导致摔机 所以是人文因素的损坏 那确认过后只要是人文因素或者是过保的机器 那一定要走付费维修的路线 这时候呢我们飞准的维修团队就是发挥价值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有维修料件的话 我们会帮客人原机维修 而且如果客人急需使用空拍机的话 我们也提供快速维修的服务 但假使客人损坏的地方我们没有料件可以维修 我们就会建议客人送回原厂维修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提供了客人另外一种维修的选择喔 而且还不止这样喔 在我们飞准这边维修的机器啊 我们维修完成之后会做一个全机的清洁跟保养 在清洁的过程中呢 有时候啊我们这个马达会卡一些异物 像沙子啊或者是杂草之类的东西 会透过清洁把它清洁出来 这样其实就可以让马达使用的年限久一点 而且我们在飞行的时候也会更顺畅 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呢 最后我们维修完成了 我们维修的料件 我们跟原厂一样有提供三个月的保固 那这三个月内这个维修料件 不是因为衰机而造成的损坏 我们都一定会把它免费修到好的喔 在了解我们的服务之后 是否对产品维修有更大的信心了呢 毕竟长期以来我们飞准科技 一直都致力于维修团队的经营 为的就是让我们顾客更加的放心与安心喔 在购买我们的产品时候 可以享受最大的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